全新一輯 《波羅街高談闊論》復刻版 主持鄭經漢、林毓華、潘啟蒂 星期四又到高談闊論的錄音時間了 大班,你好嗎? 挺好,無處無難 在加拿大有甚麼意外 不是呀,如果下雪時路面交通 有時真的會出人意表 不是呀,濕碎落了那一天雪 那幾吋雪搞得交通大亂 那些人懂得開車 太多外利人了 是呀,我那天下大雪有出去吃飯 有出去吃晚飯 那些人說你這麼大膽 我甚麼所謂 但溫哥話已經下雪了 根本沒有,只是下了兩天雪 就搞得,哇,好像… 大驚小怪 不是呀,交通 因為這裡的人真的不習慣抓雪地 是 還有第二件事 BC省,即溫哥話的BC省 就是不準備下雪的 有人把我表列出來 全加拿大十個省裏面 是 但氣象局也是根據過往的數據 來做這些判斷 是嗎 不是,它真的沒有預算 因為根本是很少下雪 根本就下了兩天雪 是 所以政府不會有一個大的預算 就是不會有車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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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內地又不是了 看新聞 哇,又準備了些鹽 準備車隊 準備性的 全部都在這裡 是 是 是 後面出發 你說 你看看其他省 就產去路 清一清 錢作怪 是 另外一件事 其實今年冬天 就是這個BC省 是溫哥話 就因爲氣候變化 根本是熱 就是空氣太暖 暖 為什麽滑不出雪 那些人買了Cesion Pass 人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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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那些人 真是靠游客 帶他們 爬山 上山下水 四圍去過沒有了 他們是唯一一組人 給五倍提示 他們都不夠 多謝到 祝貝在那裡 想不到原來這個世界 很嚴重 這些天氣以照打仗 影響了全世界的規律 今年 今年滑雪就沒有那麼嚴重 如果靠滑雪吃飯 都嚴重不能吃 這個是天氣 另外就是人禍 剛才我們說過年 今天是2月1日 我們出街的時候 已經是倒數 因為10日就是年初一 今天就已經開始 要吃團年化 要準備過年 今天只可以借租 年二十二 今年我的朋友 每個人都說 扔垃圾年 或者垃圾月 因為垃圾徵費開始 又要清掉垃圾 來迎接這個 徵費的大運動 所以趁過年 大清除 斷捨離變成最流行的三個字 什麼都扔 即是未到年二十八 就是經濟洗垃圾 是啊 因為之後 你多難找人 因為那些清潔工人 哭得這麼厚 條條屋邨 垃圾多度 還有大型的 因為將來大型的垃圾 收費很貴 椅子 逐張逐張計 你以為摺椅子 很有用 以前 現在 逐張逐張計 對 將來那些大件的垃圾 是要貼一張紙 就不是放在袋子上 是啊 是啊 你貼了還要拿去 你說想放在樓下 給清潔工人 去賣 或者什麼 全部都不行 將來 自己搞完 自己送 所以現在趁現在 扔得切就扔 如果不是 將來找地方扔 都已經麻煩了 不僅錢的問題 這樣 這是一輩子所趨的 在加拿大一早 那些歐美國家 先進國家 早已經殺了 垃圾分類 立法處理 這些全部都 一早就已經有了 我們這裡更慘 如果住屋的人 如果不是住 住在柏門的人 你要分開 星期二是賭蚊 星期四是賭蚊 星期六是賭蚊 星期六是賭蚊 分開三天 我有個朋友 來這裡住 陪他兒子讀書 讀完書之後 逃不及 是回香港的人 問他們 為什麼不留在加拿大 他就是賭垃圾 我都搞不定 我學不到 很可能在這裡住 我在香港最不習慣 就是那些電芯 當然我盡可能用充電的電芯 但是管理署也沒有一個特別的 回收的安排 這個我覺得是很不理想 環保人士教你 拿去Keya 可以處理 是嗎 好啊 你這麼近 沙田 你去Keya 你把電池放進去 如果還好人士 這個好提議 我下次試試 真的 因為真的 很多不同的家庭電器 用的不芯電 都可能不同 譬如我現在用了一個門口 又是用了一個智能的電話 每一次要16顆電池 真是麻煩 那你變成了一個電 一感應不到 門又是開不到的 那你變成很快 但實際 那個電還不能用 譬如我放進去 我用電腦的麥克風 還有很久用的 不是 實際上是應該用充電電池 幫助你老朋友 金山真是 不流行充電電池 現在流行USB 是 原廠的設計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那他真是 沒有買 不關我的事 因為舊的壞了 我兒子就說 他用開的話 這個韓國出品很棒 那就試一下 下半個 那麼不環保 又不環化 16顆 不 應該是8顆 應該是8顆 我記錯了 那過年做什麼 你講過年做什麼 現在 第一 在香港過去 我未來之前 香港已經沒有什麼過年氣氛 是吧 那來到這裡 就更加沒有氣氛 第一不是假期 但不是 但是隨街 那些商戶 商戶 銀行 全部都裝飾了 慶祝 這個叫Runa New Year 現在不叫Chinese New Year 農曆新年 以前叫Chinese New Year 現在就叫農曆新年 就是提醒你 然後你還給銀行 送些 叫你換錢 有些 你去酒樓 又有些羅蜜糕 年糕送給你 就是這樣 那你又要預備 過年去喝茶 吃東西 又要封地利是 就是這樣 是 主要就是消費 是 消費模式 是 我們香港公價利是 經常都有 媒體都會做 20元 那你去喝茶 在溫哥華 要打上這些服務員 應該怎麼做呢 我想起碼要10元 5元 10元 10元 第一 很容易 軟 就是軟 你不可以封 當然要軟 當然要軟 軟的 加拿大起標是5元一張 是 那就是說 已經要5元 第二 那你如果是 現在搬起5元 已經買不到東西 那現在什麼都貴的 我想起碼要10元 對港幣6元多 5元 就30多元 那這就是金山 沒辦法 現在是世間大事 那有些人 孤寒鐸 就想到一些糞便 因為美金 還有一元 有些人就放美金 那你可以封港幣 也可以 你倒入20元港幣 是 如果你有的話 是吧 是 這樣就 縮骨一點 做人 不要這樣 一年一度 不要那麼縮骨 我也同意 應該有 但這裡又不是的 你要記住一件事 你說 鳳梨過節 打賞給那些伙計 應付 但是有個問題 現在這個貼士問題 很困擾加拿大人 嗯 美國我們知道 一定要給貼士 紐約 我也試過被人追出門口 拿貼士 哈哈哈哈 現在最不好 這種風氣 來了加拿大 美國有些不同 美國呢 那些適應 是靠貼士維生的 因為他們的勞工保障 就沒有加拿大那麼好 可能有些是沒有工 有些可能是兩元一小時 是 是 最基本 這個加拿大 你一定 就要給minimum wage 就是 起碼要購入 十五元 十六個半 差不多 第二 你貼士 可能是加一 可能將加一 就買入單位 這裡又不是 以前就不收貼士 現在就被美國佬 就是這些貼士風氣 走到來 最初呢 西餐館 現在就整個 整個機器 電學也是 是 是 然後給錢 接著 打貼士 那裡 十五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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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最初的時候 現在不是 現在十五 是 十五 接著 到二十 二十 大佬 這個以前 西餐館 就是這樣 唐餐館以前 十起標 十十五 現在不是 最近我去唐餐館 十八起標 對 然後 最近 有一家 不要說哪一家 就是在 Richmond 吃這個 粥粉麵飯 出名的 我懶得 我懶得幫他 賣廣告 我罵他 一億 我朋友 一個人去吃 吃了 碗粥 然後 給錢給了 10% 提示 大佬 走一出口 那個 侍應追著他 是 我說 你給錢錢不夠 哈哈 大哥 那間 牛記 粒記 大排檔 吃粥粉麵飯 大哥 有什麼服務 現在這件事 很困擾 西餐 現在也是 一起就18 18 20 如果多人 大佬派 所謂 就超過六個人 他就幫你打了提示 進去 以前是18 現在我不知道多少 最近沒有去西餐廳 就是一大堆人去 我想現在起碼是20 我就縮骨 因為我第一個 覺得不應該給 就是你服務好 給不要緊 但是你這麼粗 要就無謂 我就欺負那些鬼人 不懂計算 他有些其他 你給貼士 他就打下去 18 15 25 你自己按 他寫了15 是多少錢 現在的 售貝很厲害 100元15% 就等於15元 25%就是20元 25%就是25元 就告訴你 接著還有 還有 Custom Custom 就有% 你自己打下去 他已經幫你打了15 20元 就是佳拉 意思就是 你這個% 那個選項 其實就叫你 你想給多一點 高 你想給100 這個就是2 好了 錢一個就多 那你就自己打多少錢 10元 10元 20元 那些鬼都不懂計算 比如 180元 10元 那你懂得計算 10%就是10元 100元就是10% 10元 15%就是15元 那我欺負 這裡的人 不懂得心算 如果你說100 逢10 可能都升 很聰明 但是你說157 那 15 15 我們計算一下 18%是多少錢 那我就在燕便村 15.7 和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 15%就是 22.23元 那我通常是15.7 那我看一看 然後 給18元 15元 或者19元 他一時是不覺的 你知道嗎 他不懂計算 他不懂計算 心算 不夠你 不是 他不覺的 就好過你肉酸 就給10% 你明白嗎 總之 多個10% 少少 打零頭下去 他根本不懂計算 他計不到多少 但是可能他知道你少 因為可能 那時候那部機 最新的那部機 寫了15%多少錢 對 18%多少錢 他給18% 應該是20元 那些人給18元 就是少於18 就是他起碼懂計算 你明白嗎 或者少於15 現在那些機器 又幫助這班人 這班數碼 大問題 那些閃文化 就真的很糟糕 但是 所以呢 有些 舊山艇來了那些 去做試應 昨天我遇到過 他不是做試應 他只是做Buzzboy 就是執盤 執盤 在這間很出名的 食肆打工 他告訴我 他分半份 因為Buzzboy 待機器分一份 他每天都有100元 待機器有200元 喂 一個月 一個月開不了30天工 你開24天工 喂 那也有五六千元 五千多元 再計算那份 人工三千多 成八千多 然後那些提示 不用納稅 即是納稅 少一些 喂 好過你做 好過你做 做專業 所以 要做好生意才行 現在還有一件事 現在你擺外賣 又要問你拿提示 我心想 我擺外賣 為何要給提示 你服用我 你什麼 OK 好了 買咖啡 又要問你拿提示 所以最好 現在去斯坦北 教你 不過你們在香港 我還沒加上提示 沒有 我沒有提示 那斯坦北 你有個軟件 即是你用你斯坦北 給了錢 他就沒有收提示 好過打下去 提示 你打 你明白嗎 我買咖啡 我問我提示 我怎麼給 我八元 七個幾萬杯咖啡 六個幾萬杯咖啡 你給多少錢提示 你什麼 他給你選項 裡面有賣 按賣 按賣 就很肉酸 所以想想想 還是去斯坦北 因為我用了apps 他不問你拿提示 所以現在 還有什麼 要問我提示 現在還有 美國更糟糕 問叫做 Code tips 即是你廚房提示 要給 你明白嗎 那給多少份 美國是搶錢 美國是25%提示 所以英國多好 英國又不收提示 好像 不是的 英國收提示 我就想問你 英國 我的經驗 我在劍橋 第一 sales tax 20% 第二 sales tax 20%就很麻煩 第二 再加提示 15% 是啊 3% 15% 就是有些 但是英國 他都不是 街街問你拿提示 的 就是不會像這種 鑑草 但是給提示 也有一個問題 你吃了100元 東西 這裡要給12%稅 即是112元 你112元 給15% 其實 我為什麼稅那裡 要給提示 英國就不用 英國分開的 不是 這裡 我知道 他叫你給提示 計算你一張單 這個價錢 就是取巧了 又不進水 不是 我心想給杜魯多提示 是啊 好啊 我看到我一定給他 去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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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捧茶給他喝 我一定給他 所以 所以他說要收你15% 其實就不止15% 是啊 因為單位發水了12% 你明白嗎 滑到樹肉都下 我幫我笑給你 昨晚我和家人吃飯 那我們就吃那些全包飲 沒所謂全包飲 照這個 因為全包飲 即是貼士都包了 但是最好笑的是什麼 最好笑的是 拿那些盒 拿走那些盒 外賣盒 那些 因為吃不完 還沒請 給錢 當然要 兩元一個 三元還是兩元 總之 我們拿了兩個盒 那就是七元 他再加10% 去七號 我看了一張串 我都說 KT還收你膠袋的錢 有沒有 是啊 你拿一個盒子還要交袋呢 我們這裡也是 你如果要給貼士 你除了稅 另外你拿盒子 那些盒子 又是在單人的總數裡面 嗯 所以他又叫你給15 18 20% 即是那些盒子 又要給貼士 你會不會 好笑 哈哈哈哈 即是現在令人反感 所以有很多人不去 即是想一下 外出吃東西 是不是這麼值得呢 第一 已經貴了 第二件事 想到給貼士 都頭痛 你給得多 又有肉赤 不給 又不行 現在都說你不給 以往你變懵懵 走了 都說現在追出來 那間 就是賣油條 賣粥那間 即是現在 真是欠了他 現在真的 喂 他給了10% 即是一碗粥 可能六個幾七元 他就給 拿兩元走人 你明白嗎 即是七個二 給了百元 就兩元 拿一拿走人 他追他出來 大哥 你給得不夠 我們香港外賣 還有打折扣 可能外賣又拿到貼士 這個 如果我去買外賣 要給貼士 就沒理由 OK 但是現在你說 Uber送來吃 那你就應該給貼士 但現在UberEat 那些 叫你給貼士的時候 如果不好 天氣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 天氣不好 是不是可以 給多些貼士 那是對的 如果下雪 那天 你為什麼 這個給 不知道 加雙 加三也要 現在說過年 我們過年 非法 想到你三下 加三 年初一喝茶 加二 加一 起碼 那時候沒有貼士 是年初一 回頭 如果大家記得 小時候喝茶 年初一很多酒樓都不開 開的 那些 就說明加一 加一其實很少 不止了 現在 不止加一 如果是農曆年初七開 開業的 起碼都加三 加二 這樣就應分 有什麼大問題 現在過年 還有沒有氣氛 是不是真的過年 除了特例事之外 還有什麼 那些商場很賣力 去擺設 我想問多一句 就是貼士 我一向都不明白 就是一個派對 超過八人有多少人都好 他的貼士是加多些的 我覺得相反 通常你的大派對 總消費已經大額 那你還要加多些那個貼士 這個理論 更辛苦 你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我們想問 為什麼 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初來不到的 那些 不明白 這裡的棋台 每人負責一個地區 如果有四張桌 就四圍客 你明白 但是如果你佔了一張桌 六個人 或者八個人 他就少了一張桌 可能 那你12個人 還有 譬如說那個地區坐16人 本來是四張 四人桌 可能擺了一張長桌 之後 只可以擺多一張小桌 是啊 明白 那就少了桌 就少了收入 少了單價 第二件事 他做事辛苦了 這個我也明白 你換多了 又遞多了東西 你明白嗎 那他就要多拿一些貼士 那我就不明白 因為為什麼 你大桌一定是坐齊人 是不是 但是你那個貼士 好像你說 就是起標了15% 以前就算是10% 公價那時候 大桌就一定收 以及15% 那你坐齊人 每個人的單價消費 去到maximum 單價少了 為什麼 你記住 你想一下就知道 你兩個人去喝茶 吃點心 四個人去吃點心 八個人吃點心 如果你脫一脫 下次每個人消費多少錢 就一定兩個人去吃點心 那個 最高 是嗎 超級高 因為你很多東西分享了 你八個人 嗯 唯一是這樣的解釋 但是 你的單價 那個單價低了 不是做飲食 還好 那些飲食的人問一下 就明白了 但是這裡一定是 大部分 就說是28% 現在可能是20% 是的 是的 還有不用再說了 他進了下去 他就告訴你不用給點錢 我已經是 一定是最高的那個級數 所以我肉赤的 真的我英國就肉赤 因為加上那20% VAT就真的很貴 每次都還沒吃 就已經不見了35% 又算又多 哎 哎 就是很重 這個人多 講到香港 香港真的 今年 我很擔心 真是 人去留空 因為剛才說那些 貼士一個問題 加二也好 加多少也好 第二 服務一定不好 因為很多人走了 去了旅行也好 回大陸也好 第三 就是 真是說性價比 內地現在深圳都不是每一間收 加一的 很多都不收 所以變成 即是高檔那些就收 所以變成真是更吸引 如果你說香港這些 小費這樣加分 還有 我想你回大陸過來 我早幾年就 很多人去澳門過來 我都試過去澳門 那個氣氛會點 因為被燒炮獎 是啊 現在內地都開始 即是如果你說 你如果要過年 你要有氣氛 開國就一定沒有了 因為最近 最近 現在開國 開國 變成一個消費的假期 就被人淹 這麼簡單 你留在香港 都要想想去哪裡 真的這個才頭赤 除非你在內卷 所謂的躺平 在家裡睡覺 因為 如果看公佈的活動 最厲害的是燒煙花 但是燒煙花都不夠廣州 廣州燒了幾個小時 香港只有 但是我們的花色更漂亮 對嗎 他說香港 世界又美 對 你的煙花 都是在大陸做的 對不起 但是我們是香港人設計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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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那些炸藥 那些煙花 是在內地做的 不是 其實不是的 香港煙花 為什麼有這麼特別呢 就是 背景 因為 因為 為多利亞 說 你全世界都沒有 我想 如果在上海灘燒煙花 就可能很漂亮 其實燒煙花 最重要不只是看煙花 要看背景 香港真的沒得比 多利亞 說 全世界最漂亮 對 同樣是那些煙花 如何組合 如何爆發的次序 都有分別 現在我看得到煙花多 這裡會有煙花 國際煙花 全點 千篇一律 大菊花 幾十斤一起 澳門也有 用澳門還要比賽 分幾天幾晚 我們這裡也是 我們每年有個 International Firework Festival 各不一樣有的 有日本 有不同的國家來參加 問題就是 那個Black Drop 始終不夠香港人 香港其實 我又 大班 你家以前 山頂看起來也好看 我今年 就是剛剛 中秋還是什麼 那次我看 又是撞了一次板 如果你在正灣仔看 是很好看的 在九龍 看回來 在尖花咀也很好看 但是如果你在銅流環 或者在上環看 就不好看 為什麼那些煙 就是 散 其實看煙吹哪一邊 有一年 有一年 我倆的朋友 請我去看煙花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 就是 1997年 1998年 你放在船上看 在船上看 完全看不到 誰不知 那天那些風是吹在船那邊 吹到整個臉都黑了 那年很嚴重 那些風吹來 中華那邊 就是 渡回後吹過來 全部都是黑的 那年 就是新鴻基贊助 不是新鴻基地產 新鴻基銀行 金融 那年 燒煙花 全部看不到 黑的 那年 馮景熙 就過世 所以 以後 新鴻基 所有現在 老牌這些 公司 就不贊助 茵花 大家也知道 所以 最後 全部都是說 是 有一兩年 沒有人 沒有人肯贊助 開文廠說 沒有人 就是因為那次 撞了一把就是 馮景熙 我們過世 那些人是大吉利是 那些華資 就個個都以為 錢無所謂 這些不大 不利是的 不做 那你就明白 其實看煙花 最好看 不要說風 先撞到風 第一 最好是鐵文台 看看外面什麼風 這個是真的 你們不要在兜風 擋風那邊就可以了 其實最好看 全香港最好看煙花的地方 我告訴你 新商巨股名流的 贊助商 全部都在哪裏看 匯展 都在匯展中心 OK 其實那個位置 不是全香港最漂亮的 山頂看下來 很漂亮 但不夠大 因為是從高看下來 OK KT也看過 最好的地方 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機會 訂定 真的喜歡看煙花的 又看得最好的 就是半島酒店 嗯 半島酒店那裏 對到正 匯展那邊 嗯 那個後面就是香港那邊 那些燈是很漂亮的 嗯 即是有匯豐銀行 有有 有IFC 所有東西 一定是在半島酒店 看過去 我這麼多地方看煙花 就說半島酒店最好看了 嗯 這樣說 麗晶那位是不是更好 麗晶也好 但半島是大塘中 是 是 麗晶也好 叫泥晶 以前是IN THE COIN 其實在那兩個位置最好 現在建了一間LONSWOOD K11 一定要在九龍那邊看過去 我曾經住在火車站頂的房子 我們在天台 紅磡那裡 挺好的 那個視野是由銅鑼灣一直到灣仔 那樣的視角 真是漂亮 當然也是大巴掌 看看風向如何 如果有人吹黑煙這個方向就糟了 另外如果你想看Paranoma 就上去飛河山 是 是 是 什麼事 不過 我的經驗就是 這些好位置那些不能訂的 我昨天喝茶 那個酒樓貼了一張大紙出來 就是靠窗那些桌子 全部都包了 所謂的 留給一些熟冊 已經被人訂了 就是在尖東 那個不是尖東 直接在尖河咀 李敦島 尖河咀在北京道1號 學生庫大王 楊超大廈 那裡上面不是有幾間酒樓的 因為不是食肆 高級食肆 那裡看煙花又是年年都被人訂滿了 是的 是的 所以 沒有 你說過年 你說過年 我們做年輕人的時候 就真的很開心 因為年到晚過年 第一天放假的 你不用說了 但是一定有新衣服穿 一定有好東西吃的 平時不能吃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吃的 以前窮 我們經常說 沒有雞吃 沒有豬肉吃什麼都沒有 過年什麼都可以吃 有炸油鍋 煎堆那些 那些不用說年糕 蘿蔔糕 接著吃的當然是大魚大肉 初二開年有鯉魚吃的 總之就 吃的 吃得最好的 接著最重要還有 泥士豆 接著可以放燒炮獎 那時候過年的氣氛是很好的 現在年初一就 K姐就信教了 我媽媽一定帶我去黃大仙拜神 現在黃大仙 我周圍一直這麼多年 我都去年初一 直到我離開來自 現在年初一還不是去黃大仙 有 還有 上仇住鄉 年三十晚就去的 還是不是這麼虛核呢 沒有這麼好氣氛的 現在不准點香的 現在 不准點香 是啊 那時候你每個拿著香進去 很過癮的 眼睛也蒙了 是啊 現在沒有了 那現在大陸有沒有黃大仙呢 其實現在深圳應該剩下黃大仙 那更加多人 去了廣州的了 廣州有一個黃大仙的 分子的 但是真的沒有了黃夏衛二 就是帶頭的這個 就沒有意思了 因為為什麼呢 沒有明星 沒有那些值得注目的人物出現 是是是是是 搶那些頭炷香的那些 已經沒有太多人有興趣了 第二就是就是 現在真是 我想更往的就是關口 過年 年三十晚 過關回大陸那些人更迫 所以 以前呢 以前也是 你們又不記得 過年 鎖人回鄉下過年 整個九港鐵路 芝麻咀車站 是每個人一口二口的人 找一些姑娘幫手 搶東西上火車 運東西回大陸過年 你知道嗎 我們小時候 也是全部回 現在其實就是 什麼懷舊 或者復古 回歸啊 現在真的回歸 現在全部回到消費 以前的人回大陸 怎樣呢 過年 第一個人沒有鎖放 即是香港跟大陸一樣 那些店舖呢 即是如果你打店舖的工 即是中環工 不是打陽光工 或者政府工 你一個月可能得出 一個月可能只有兩天鎖放 頂籠 接著年假 全部是過年 香港所有店舖休息 所以為什麼說 酒樓如果開要加一加三呢 因為基本上全部店舖都不開 所有伙計過年 就回鄉下過年 回鄉下過年就不像現在那麼威風 現在就回到大陸 是消費的 以前不是的 都是消費的 一口二口物資 那時候是回去接濟親戚 不是說文革的時候 說未有文革之前 說五、六十年代 都是接濟親戚 但其實就是一年一度了 所以火車站 第一火車飛籃球 就好像現在那些 大陸的火車飛籃球 現在好一點 我想有高鐵就好 現在好很多 現在有得電子預約 真的 第二件事 又要人幫你擔任火車 所以在火車站做的孤雷 一度過年就很好賺的 所以其實 那些人都是回鄉下的 以前現在就復古 不過現在回到 輕生上陣 帶個錢包 帶個拖行李箱去 現在那些真是 夠污了 上大陸 OK 不用帶錢包的 戴個手機而已 全部都用手機了 戴個行李箱 怎樣也要戴個行李箱就夠污了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 說回不要說接濟 其實 這個很有趣 就是講到三代的關係 以前我們回到鄉下 過年有什麼 真是真的探親的 因為鄉下可能 爺奶奶還在那裡住 也都那些叔伯兄弟 父母那些兄弟姊妹 都可能有一些住在內地 仍然在鄉下沒有下來香港 所以過年一定去探親的很多 但是現在就沒有這件事 第一 第一 已經是 我說不要聽死了 聚老的脫 以前我們跟這些叔伯兄弟沒有關係的 我記得後面對下來香港 那些倫理關係是不同的 真的倫理關係沒有了那些 這些不要說叔伯兄弟梳陀那些 最親那些現在都真是少見的 就算在香港 所以整個狼狼關係是不同的 我問一下你不要說那些 你問一下你的兒子最簡單 他說出來多少個表哥表妹 唐兄唐弟 可能他也說不出來 我也有這個概探 即是要表親那些全部都沒有了 沒見了很久很久很久 現在除了去喪禮 有通知之外其他的平日真是非常少見 但是你有你的世界 我有我的天地 真是現在很少重疊 所以你說探親送禮什麼東西 香港都少了 現在香港都少了八年了 以前我不知道你 現在是一個WhatsApp問好得了 我父母是長大的 即是我爸爸 所以這些弟妹一定來跟他過年 拜年 同樣道理 我們又去我父親的那些長輩拜年 一去到一定是開茶 吃糕 這些那樣出來 一天來幾家人就要吃幾次了 真的很高興 現在沒有了 現在約一次喝茶也很厲害 也一定來不齊 以前你老爸老母帶你到處去拜年 是 是 是 長輩 年初一是親戚道 年初二是拜年 年初三是不拜年 現在是赤口 那些人通常是打蟑螂 年初四又去拜 你跟著拜年很開心 因為有荔枝豆 是 是 是 去多都不任你吃東西 唐蓮子 唐冬瓜 花籽 蘿蔔糕 年糕 甚麼都吃到哪裏 去到哪裏 吃到哪裏 小白兔糖果 哈哈哈哈 現在沒有了這支歌唱真的慘 為甚麼呢 我們譬如過年也會發言 現在沒有冠軍了 不是 連派利是也沒有 你知道嗎 派利是也 你代我給他們 你代我給他們 你代我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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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看不到他們 我覺得真的沒甚麼意思 真的嗎 那你怎麼給你的子女 你親戚到位 你的女兒在英國 是的 你的兒子在英國 兒子在上海 那怎麼給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們身體合格的禮事 沒有呀 現在社會變了 過年的氣氛已經不同了 現在其實沒有了 那個意思在那裏 就是過年本來普天同慶 一家 就是整家人聚在一起 整村人 整家人 難得放假 真的有氣氛在那裏 現在放假 大把假放 復活節放幾天 現在輪到農曆新年 又放幾天 沒有了感覺 現在的新年氣氛 是靠商場的裝飾的 像我家 我最喜歡張德傑彩 人家的氣氛 我喜歡有些氣氛 我這些古老人 但我老婆就覺得非而所思 為何把揮春 掛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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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還說 現在你還說 我準備 如果搬了屋 就掛光了 現在住在家裡就不夠了 你什麼時候搬呢 進你家 我老婆問的 超出文 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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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是好 幾年的工程 沒辦法 一來到加拿大 一件事要學 忍 慢 有什麼都慢 不是 這裡加拿大 為什麼這麼貴呢 尤其說 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 建築成本貴 那個 因為它的建築標 就是它的法例要求高 我現在才知道 我們地上 它也要鋪 這個建築標 地上也要鋪 會不會因為 這個近河邊 所以是這樣 不是 所有屋 從2009年開始 以前是長生 要建築標 即是要保溫 現在地上也要 大佬 是 什麼都要 是 它要你裡面是隔風的 即是你不會浪費電 不會浪費暖氣 不會浪費冷氣 是 即是不走風的 要保溫的 即是你要裡面 和外面的溫度相差5度 那你就死吧 大佬 那就是什麼屋 什麼屋 都是努斯萊斯 款 是啊 所以你內屋 不貴 你去其他省很便宜 因為沒有那麼多要求 我表你降低了 哎 總之一處向村 一處來 是這樣的 後悔 那舊樓 舊樓 舊樓 舊樓沒有東西 你裝修 譬如你加一層 那就麻煩了 是啊 你拆掉它 它要升級 升級 你不動它 什麼事都沒有 那買樓也要看清楚 舊樓還有哪一年 就是遵守 買樓沒問題的 你買什麼樓都沒問題的 你買了住就可以了 你沒有交換就可以了 但是 你所謂搞 就是大工程 搞 如果小工程 沒有人給你的 就是要選多一層 真的 那你那些就要了 那今年 除了煙花 就是花車 就是 除了之外 我也不覺得 香港 有任何人在推廣 這件事 也有什麼 紛紛 九八年的花車 你叫什麼 在尖東撞了 車位人亡 有一個外國的 英國的旅客 被車撞到 沒有命 那年 接著就是這個 接著就是這個 金融恐怖來 九八年 嗯 接著就是負資產 真是大吉利是 那年我去過 西伯路拜年 下來 就是你 那部電梯停了 嗯 但是你叫消防車 來開電梯 然後消防車 開了 那什麼是你 大媽 真是 大佬 那年真是黑 那年 1998年 就是 所以就是這樣 寧願不要出街 如果不是 頭頭碰著黑 你整年都擔心 那最好 就回到大陸了 現在 就是我看過年 今年又多是 真的 是 因為內地現在搶人 找人 就是 歡迎旅客 真的 那價廉物美 性價比高 大把活動 大把東西看 所以我想就是 香港過年那段時間 就是水淨鵝飛 真的 我就不在那 所以就是 你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過一個清淨一點的新年 那你打算做什麼 我去了上海 我去了上海 你去上海 你買到機票嗎 買了機票 我買了機票 三十萬票 我 這麼好 那你去多久 去十幾天 我去大阪 打算在上海飛過大阪 一小時 很近 很好 最好 你去到那邊 找到彭彭 吃好東西 你一定要去那間餐館 吃一餐 那間餐館 你知不知道 我的日本朋友 告訴我 頗有名氣 現在那張報紙叫什麼 最厲害的報紙 登了出來 介紹的餐館 日本人認識 那間叫什麼報紙 我告訴你 你讀賣新聞 讀賣新聞 還是什麼 讀賣新聞 想讀賣新聞 介紹的快餐餐 現在那些人告訴我 日本還第二個目標 就是應該是日本 100家最佳的食肆 那些 他們有這種旋律 不過他說 彭彭那間 就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他們都很排外 第一 第二 就是也要長一點歷史 不過他說 有可能性的 就是他想得 這個報紙這樣介紹 都是有實力 所以我也要經歷一下 試一下 他做這些事情 賺不到錢 告訴你 好看不好吃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米芝蓮 Find Dining Omakashi 其實他就是 點心Omakashi 爸爸那間 就是定食 他 全部都是工資 來的 整間餐廳 坐在一起 都是十個八個位 給你一晚 最多做兩輪至三輪 你數一出 我現在在 你逢吃日本餐 你要吃Omakashi 壽司那些 都是八個位 十個位 你計算一下 做兩輪 二十個人 一個人給多少錢 你計算到 接著看到那些三個廚師 在家 裡面的廚房六七個人 連賣市應 你計算一下 再加上交租 就是賺別人工 叫做威 真是 即是王家衛 這叫做威 但是問題是 我有個老朋友說 那些王家衛很有錢 我說 全世界最有錢的 中國 導演 你知道嗎 看你怎麼計算吧 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那個導演談 他說 我說 王家衛怎麼賺錢 幾年拍到電影 很多人都很慎 你知道嗎 全世界最有錢的 導演 中國的導演 他說第一 因為他的名氣 有人投資給他拍片 因為他拍幾年 第二 他搞得怎樣 明星不收工 都幫他拍 這個 我想是一個傳說 你說便宜一點 留期給你便得 不收錢 大哥 大家都要開飯 他說有些不收的 他說有些口恨他幫他拍 總之便宜過你 第二件事還有 所有電影他都有分紅 他的條件 就是分紅 這次去到繁花 最厲害的 在片尾裡 只是直入式廣告 KD你有沒有留意到 還有一件事沒有留意 他還在拍繁花電影 那些是界外利益 那些內行人說 我不敢說 有些內幕消息 總之就有他便宜 好了 還有一件事 他連拍了幾部電影 數到十部八部電影 是 怎麼賺錢 他說你神經病 KD應該知道 他說他幫人拍廣告 是一千萬的 拍廣告 你知道嗎 我聽完之後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住在那個 西貢的那個叫什麼 有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謝賢在那裡住過的 西貢的那個地方 很好的豪宅 你知道別人住哪裏 我就不出聲了 我聽回來了 OK 好了 休息一會 我們過了鐘了 回來再說 然後又出聲啊